圣经说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这种死亡不仅包括您身体的死亡 还包括神所说的第二次的死 就是你的灵魂将在地狱中被永远焚烧 圣经说 看那所有的生命都是属我的 父亲的生命怎样属我 儿子的生命也照样属我 然而犯罪的他必定是 以西节书第十八章第四节 因为灵魂不是物质的 所以你的灵魂在地狱里永远不会死 也不会消失 相反你将受永远的焚烧与痛苦 如果你还没有得救 这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 现在就死了 你将掉入地狱的永火中 在那里被永远的焚烧 这是神说的 神不能撒谎 但神是那么爱你 祂要拯救你 圣经说 祂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 来到真理的知识当中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神已为你预备了拯救的路 是连小孩都可以理解且得救的 首先你必须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罪人 圣经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使 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 至于胆怯的 不幸的 可真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败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的人 他们将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有份 这是第二次的史 启示录第21章第八节 这些经文警告我们 死后 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将永远在地狱中被焚烧 但神是那么爱你 以至于他猜浅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 这是神对全能类伟大的救赎计划 但仅当您选择被拯救 圣经说 但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替我们死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 您的好行为无法挽救您 您的教会会员之格无法挽救您 洗礼不能拯救你 唯一可以拯救的方法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为什么 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 在他里面借着他的血 我们得谋救赎 罪得赦免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 圣经也说 神吩咐各处所有的人都要悔改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节 这说明您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并且愿意悔改自己的罪而转向神 神说你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愿意悔改来到他的面前 你就可以得救 在罗马书十章中神应许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使他从使人中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心里相信 就必称义 用口承认 就必得救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 您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创造主 并口里承认这一点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中 神说 正如大家所承认的 精神的奥秘是极大的 神以肉身显现 接着神说 如果您相信耶稣为你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埋葬 并从使里复活 您必得救 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 神使耶稣从使里复活 是绝对的事实 你若接受神的话语 希望现在救蒙拯救 请做以下的祷告 接受耶稣基督 为你个人的救主 亲爱的天父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正前往地狱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祂为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 留下了宝贵的血 被埋葬了 并从使里复活了 主啊 我为自己的罪过 感到抱歉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我个人的救主 请原谅我 请进入我的心中 并将我从地狱中救出来 谢谢您 我奉耶稣基督得名祈祷 阿们 恭喜您 如果您刚才全心诚意地祈祷 那么您已经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了 如果您需要任何资料 来帮助您属灵的成长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